仁爱之师 军事家 建筑学家 这都是莫子的标签 但您知道 莫子其实还是科学家的始祖吗 今天我们就用100秒的时间 跟您讲讲莫子的科学成就 Ready Go 牛顿三大定律我们都知道 至今仅有400多年的历史 却推动了世界科学革命 但您知道 这项专利 其实应该发给中国吗 早在战国时期 莫子就提出了 历史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这与牛顿第一定律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小孔成像 光线直射 光影成像 杠杆原理 等一系列的科学成果 都是2000年前的莫子发明的 我国为了纪念 莫子所做出的科学贡献 曾经在2016年 发射世界首刻量子卫星时 把卫星的名字 命名为莫子号 以此来缅怀我们的科学巨人 几何之父 欧基里德 垫定欧洲数学基础的人物 跟莫子离起来 却还是逊色一筹 他所提出的 关于背的定义 圆的定义 正方形的定义等 莫子都在2000年前就提过了 莫子不仅总结了 点线 面 体圆 所有的概念 还发明了石进质算法 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 一个重大贡献 如果没有石进质 一斤不再等于十两 一米也不再等于十三米 我们可能也不会有现在 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数学家 哲学家 军事家 物理学家 这些都只是莫子成就的冰山一角 莫子在科学领域的成就 领先西方近2000年 著名西方汉学家 中国科技史学者 李约瑟 曾赞叹莫子 莫家的科学水平 超过了整个古希腊 可惜 公元240年 秦始皇一同天下后 不允许可以左右国家的帮派组织存在 莫家 从此没落 许知 历史留下的 不尽都是精华 淘汰的 不尽都是糟粕 如果莫子学说 能早一点 为国人所重视 那么中国说 早一点开出科学理性之花 倒也未可知 在华夏5000年历史中 有一位比孔子还聪明的人 他的学生 但凡学得其一 便可一怒而诸侯聚 这是怎么回事呢 微信搜索看见 回复神人 你就知道了